那如果今天我们不要看一个神经元 我们是看一组神经元 他们之间的传递 你会发现其实神经元本身 也有分为输入性的神经元 跟输出性的 例如当我的兽器 增测到讯息之后 它会把讯息交给 感觉神经元 而感觉神经元 在传入中枢神经系统里 好那传到中枢之后 它会交给谁 它会交给一个神经 叫联络神经元 我画一下 假设这是兽器 我写在旁边 兽器 增测讯息之后 它会把讯息交给了 这个神经元 这个神经元就叫做 感觉神经元 所以会写个感觉 不是感学 感觉 好它会交给第二个神经元 这个突起 我就大概画画就好了 这个神经元 再交给下一个神经元 这个神经元 再往下支配了动气反应 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反射 兽器 神经系统 动气 而这几个神经元 都有名字的 像这是讯息输入 让你产生感觉 叫感觉神经元 这个支配动气 产生运动 所以叫运动神经元 运动 那中间这个呢 叫做中间神经元 因为会有两个神经元之间 叫中间神经元 或叫联络神经元 因为它联络了 感觉神经元 与运动神经元 所以联络神经元 又叫中间神经元 而联络神经元 通常是在中枢神经系统 那什么是中枢神经系统 我等会讲 其实就是脑跟脊椎水 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示意图 我现在框了这个地方 这边就是中枢神经系统 外面呢 都叫做周围神经系统 写个周 没有这个错字吧 周围 所以神经系统 依照它的位置可分为 周围跟中枢 中枢就是脑跟脊椎水 那就是我现在框了这个位置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现象 中间神经元 整个神经元都在中枢里面 而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 部分在中枢 部分在周边 看得出吗 因为这条线为界 这条线为界 好 以上这条线为界 所以你看是不是 切断了感觉神经元 切断了运动神经元 只有联络神经元 是整个神经元都在中枢里的 好 以上就是神经元 分为感觉跟运动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图 大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细节我们之后会讲 这个是受气 增测到刺激之后 经由这一个神经传进来 这是感觉神经 然后交给这个第二号神经 一交给二 二就是运动神经 会叫感觉神经 然后交给三 三就是运动神经 往外喘 然后支配你的肌肉或腺体 产生动气上的变化 这就是一个反应 一个反射 好 就介绍一下感觉神经 运动神经 运动神经 是什么东西 好吧 以上